《经济日报》重磅分析 今天是推介吉利175 选择原因是 上个星期股价程期刑突破的吉利 将会在这个星期三 公布截至6月底为止的中期业绩 而在内地汽车市场逐渐回暖的情况下 截至截稿为止 根据彭博综合券商预测的资料 预料吉利中期收入 会按年增长大约三成 而去到488亿元人民币 所以前日历按年增长七成三 去到45亿 按通用会计准则计算的顺利 按年增长大约四成去到32亿 野村月初曾经发表研究报告估计 基于吉利在今年上半年销量 按年增长大约1成9 平均销售的单价升大约8% 毛利率收窄一个百分点 吉利上半年纯利 按年大约会升2成2 野村认为上半年受到原材料成本压力 和芯片短缺问题困扰 吉利将会聚焦于改善产品组合 而并非是抢占市场份额 以缓和利润下行的压力 展望未来 广发证券组前就发表研究报告 说吉利经历了三年多价业务调整期之后 终端销量开始稳步回升 库存水平进一步优化 主力车型仍来换代 预料吉利即将进入下一轮的增长 策略上吉利的股价上星期 程旗仍突破 或多或少预视业绩有惊喜的机会较高 如果按量度升幅去计算 更有望向35元的水平进发 读者不妨今天以吉利的开市价买入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落到27元以下 就可以加多两倍注码去买入第二注 短期目标看31元 年底看35元 不过跌穿24元就适宜自洩